五體投地 親吻土地 他是被中國指控為台諜 遭關押一年十個月的李孟居 今年七月成功離開中國 前往日本 二號終於返回台灣 在睽違了一千四百七十五天 超過整整四年之後 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我想再次的親吻一下 這片屬於我們大家的自由的土地 第二次親吻 太懷念了 第二度親吻土地更是長達七秒鐘 可見李孟居心情真的很激動 而他也還原自己遭中國拘捕的原因 製成國家秘密罪 手上拿的兩份加油卡就是李孟居 被中國拘捕理由 他更說遭到疑似北京國安局人員審訊 要求他錄下犯罪自白影片 根本是被認罪 這個脈絡我覺得是越來越清晰 這個就是人質外交 我們覺得沒什麼問題的內容 他們會覺得有問題是敏感的 任何一個人都可能變成 他們所謂心理所謂的間諜 失去後才知道台灣的自由民主有多珍貴 從李明哲 李孟居 再到楊智淵 復查等 不斷有台灣民眾在中國被捕 被失蹤 當對岸建區極權專制 所有台灣人都得小心面對 再到楊智淵 臺北陳茂島